谭松韵与徐凯这对荧幕CP在《你比星光美丽的线下见面会》上,不仅展现了他们的演技,更用一系列土味情话撩动了现场粉丝的心,谭松韵,这位以清新脱俗著称的女演员,当天以一身简约的白色连衣裙亮相,搭配她标志性的甜美笑容,仿佛从屏幕中走出的仙女,而徐凯,这位英俊潇洒的男主角,一身休闲西装,风度翩翩, 两人的组合无疑成为了现场最靓丽的风景线,见面会的高潮部分,当属土味情话大比拼环节,徐凯率先发难,她深情款款地对谭松韵说,你猜我想喝什么?我想呵护你! 谭松韵被这突如其来的土味情话聊得害羞不已,脸上泛起了红韵,现场粉丝更是尖叫连连,紧接着,谭松韵不甘示弱,回应道,你猜我想吃什么?我想痴痴地看着你! 两人的土味情话,不仅充满了幽默,更透露出一丝甜蜜,让现场的气氛达到了顶点,在这场土味情话的较量中,两人你来我往,互不相让,徐凯又说,你累不累? 在我脑海里,跑了一整天,谭松韵则机智回应,你猜我为什么喜欢星星?因为他们让我想起了你的眼睛。 这些土味情话,虽然听起来有些土,但却意外地受到了现场粉丝的喜爱,粉丝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言,表示被这对CP的甜蜜互动甜到掉牙,并用我酸了,柠檬精等网络热词来形容自己的感受。 不仅如此,两人还现场模仿了一段当前流行的抖尖舞,将网络热梗融入到表演中,让粉丝们大呼过瘾,他们的表演不仅展现了自己的多才多艺,更拉近了与粉丝之间的距离,在互动环节,粉丝们也积极参与,提出了各种有趣的问题。 有粉丝问谭松韵,剧中哪个角色最让你印象深刻?谭松韵回答说,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独特之处,但最让我难忘的,是那些能够触动人心的角色。 徐凯也被问及对谭松韵的印象,他笑着说,他不仅演技出众,更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。和他合作,让我学到了很多。 随着见面会的进行,两人还分享了拍摄过程中的趣事和幕后花絮,让观众对这部剧有了更深的了解。 谭松韵透露,剧中有一场戏让他印象特别深刻,那就是他和徐凯在语中深情对视的场景。 他说,那一刻,我感觉自己真的融入了角色,感受到了角色的情感。 徐凯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,他说,这部剧让我学到了很多,不仅是演技上的提升,还有对生活的感悟。 两人的真诚分享,让粉丝们感受到了他们对这部剧的热爱和投入,你比星光美丽自播出以来。 就以其精彩的剧情和演员出色的表演,赢得了观众的喜爱,在各大收视率排行榜上,该剧一直名列前茅,成为了当下最炙手可热的剧集之一。 谭松韵和徐凯的这次线下见面会,不仅是对新剧的宣传,更是一次与粉丝的亲密互动。 他们的真诚和热情,让粉丝们感受到了他们对作品的热爱,也让我们对这部剧充满了期待。 在未来的日子里,我们期待谭松韵和徐凯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,让我们一起期待你比星光美丽的后续剧情。 一起感受那份来自星光下的美好,徐凯现在作为备受观众喜爱的男演员,在多部剧中与合作的女演员上演了令人心动的吻戏,让我们一同深入探究他与谭松韵。 今天,杨子的那些精彩吻戏瞬间,在你比星光美丽中,徐凯和谭松韵的组合擦出了绚烂的火花,剧中谭松韵饰演的寄星因吃醋闹脾气。 而徐凯扮演的霸道总裁韩婷毫不迟疑地以一吻定情拍摄这场吻戏前,谭松韵担心身高差影响效果,询问导演是否需要点角,导演认为点角效果会更好。 毕竟徐凯的身高优势明显,徐凯听闻后,展现出了贴心的一面,他主动弯腰降低自身高度,为谭松韵创造了更舒适的拍摄条件。 当正式开拍,两人深情对视,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已静止,寒庭霸气地将继星拥入怀中,嘴唇轻轻触碰,随后逐渐加深这个吻,情感的波澜在这一刻通过他们的吻传递得淋漓尽致,乐游园里徐凯和景田的玉童吻戏,则充满了以你分。 景田以灵巧的手指轻轻勾住徐凯的下巴,他的眼神中透着无尽的柔情,徐凯的目光也饱含深情。 在这狭小的玉童空间中,两人的呼吸仿佛都交织在了一起,随着情感的升温,他们的嘴唇缓缓靠近,最终紧紧相拥而吻,那一瞬间,仿佛时间都为他们停止。 从幕后花絮中可以看到,即使是排练阶段,他们也全身心投入,认真揣摩每一个动作和表情,时不时真的接吻,只为呈现出最完美的效果。 尽管在戏外,他们只是纯粹的同事关系,但在剧中,他们的化学反应让观众深陷其中,难以自拔。 而在成欢季中,徐凯和杨子的露天吻戏露透,同样引人瞩目。 杨子饰演的麦成欢起身侧过身,主动用双手环抱住徐凯饰演的姚志明的肩膀,轻轻送上一吻,随后快速分开,但又忍不住再次亲了一下,接着迅速撤回。 徐凯先是被杨子的主动弄得一愣,紧接着霸气地将准备离开的杨子拉回,用手扶住他的脑袋,回以深情一吻,吻完后又迅速放开。 在这个瞬间,两人的表演充满了张力,虽然只是走戏时的场景,却已经让人对正式拍摄的版本充满期待。 这些吻戏不仅展现了演员们出色的表演能力,更是为剧情增色不少。 然而,我们需要明确的是,演员在剧中的吻戏皆是根据剧情和角色需求进行的艺术创作,并不一定反映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状态,但是真的很难跳出来每一场吻戏的具体细节都因剧情的走向。 导演的严格要求以及演员独特的诠释方式而各有千秋,若想更加深入地领略这些精彩的吻戏细节,观看相关剧集或花絮无疑是最佳选择。 让我们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其中的浪漫与深情,当夏日的炽热与微风轻浮交织成一首悠扬的乐章,一部名为你比星光更耀眼的电视剧,犹如天际最耀眼的流星,滑破夜空,瞬间点亮了整个夏天的迎屏,它不仅在炎炎夏日中一军凸起,更以其独特的魅力,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谈资。 今天,就让我们一同深入探索,这部如何以非凡之资,在影视海洋中掀起滔天巨浪的奇迹之作,角色风采在定义,韩婷与寄星的甜蜜交响,魅力男神徐凯,以情动人心,提及你比星光更耀眼,怎能不聚焦于那位用眼神就能编织梦境的男主角韩婷,徐凯,这位当代影视界的璀璨新星,以她独有的深情与魅力,将韩婷这个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, 她的一颧一笑,一举一动,都仿佛是从小说中悦然而出的完美男主角,周榜夺魁,时至名归,与谭松韵的默契搭档,更是让这段荧幕情缘甜得发腻,让观众直呼过瘾,女主角寄星,在谭松韵的诠释下,仿佛从春日里走出的精灵,带着一身的清新与甜美,她与徐凯的对手戏,如同夏日里的一抹清凉,让人心旷神疑,每一次的相视而笑,每一次的携手同行, 都让人感受到爱情最纯粹的模样,谭松韵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精湛的演技,让继星这个角色深入人心,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甜美公主,为了将这份甜蜜传递给更多人,以比星光更耀眼,剧组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宣传活动,其中,最令人难忘的,莫过于那场求婚名场面的现场还原,徐凯化身为现实中的浪漫王子,为谭松韵戴上象征爱情的王冠,手捧鲜花深情告白, 那一刻,现场的氛围被推向了高潮,观众们的欢呼与尖叫几乎要先翻屋顶,而随后的奔跑名场面再现,更是让这份甜蜜升级到了新的高度, 徐凯与谭松韵手牵手在舞台上奔跑,那份纯真的快乐与幸福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, 你比星光更要眼中的求婚戏,无疑是整部剧的点睛之笔,导演与团队倾注心血。 号十一日精心打造,当白哥翱翔蓝天,徐凯身着笔挺西装, 谭松韵身着洁白婚纱,缓缓步入画面时,整个世界仿佛都为之静止, 那一刻的浪漫与美好,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永恒记忆,除了求婚戏外, 剧中还有许多令人难忘的甜蜜互动,比如徐凯抱起谭松韵奔跑的那一幕, 镜头下两人的笑容比夏日的阳光还要灿烂,那一刻的奔跑, 不仅是身体的移动,更是心灵的靠近,让观众们感受到了爱情最真挚的力量, 提及徐凯就不得不提他那令人羡慕的CP体质。 从你比星光更要眼中的谭松韵,到之前的众多搭档, 每一位女演员都能与徐凯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, 无论是与杨子的眼神拉斯吻戏,还是与景田的甜蜜营业, 亦或是与吴锦言,白露的深情演绎,徐凯总能用他那独特的魅力与演技, 征服观众的心,除了强大的CP感之外, 徐凯的演技与颜值也是他能够在娱乐圈中站稳脚跟的重要原因, 他能够准确把握角色的内心世界,通过细腻的表演, 将人物的情感层次展现得淋漓尽致, 而他那帅气的外表与阳光的气质, 更是让他在众多男演员中脱颖而出, 成为了无数观众,心目中的男神。 对于徐凯的CP组合观众们,总是充满了期待与喜爱, 他们喜欢看到徐凯与不同女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, 享受那种被甜蜜包围的感觉。 每当看到剧中的浪漫场景和甜蜜互动时, 观众们都会情不自禁地露出笑容, 仿佛自己也成为了故事中的一员。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娱乐圈中, 徐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才华一步步走到了今天, 他的每一次出现都能引起观众的热烈反响,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能成为热门话题。 《你比星光更耀眼》只是他众多佳作中的一个缩影, 但他却足以证明徐凯的实力与魅力。 未来的日子里, 相信徐凯会继续用他的作品与演技征服更多人的心, 而他的星光之路也将因你我的支持与喜爱而变得更加璀璨夺目。